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好的爱情可以呃因为好的爱情跟不好的爱情不好的爱情呢可能爱得死去活来 但整个的呃这个生活品质啦呃关系啦呃然后呢情绪啦呃其实可能会跌到谷底 但好的爱情的话呢可以可以让整个人呢呃这个精神焕发哦 然后呢其实可能可以共同的努力的一起走人生路啊好所以呢你认为的好的爱情你曾经经历过的好的爱情是什么 欢迎你呢在蓝轩时间的粉丝页上面呢留言呃按个赞 然后的话呢就会我们会抽出三位好朋友呢可以分享这本好书好的爱情 好呃这是有关于今天啊这个礼拜四我们的阅读单元来宣选书的部分 ok那接下来的话呢今天出门的话稍微的注意啊就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朋友啊 在今天下半天到晚上啊大概来说天气就会受到封面影响的转变了呃所以呢会有下雨的状况啊所以带把伞呢是比较保险一点的啊那这样这个封面影响呢会一直到礼拜六好那但今天呢上半天呢全台湾都还是呢多云道晴那个晴朗的天气状况 中南部的话呢甚至也还是会有30度左右的高温啊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南北两样晴啊不过呢到了呃明后天看起来的话啊确实就是北部跟 东北部的地区的朋友还要特别注意但是好消息是啊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啊所以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一些些那所以呢只剩下啊这个高频地区是橘色提醒其他地方呢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好所以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给你一个呢呃提醒啊这个北部东北部的朋友呢可能带把伞 好那看完天气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疫情呢真的是坦白说我还蛮不乐观的我刚还翻过这个 因为我有做资料嘛就回过头去再看一下呃再过去呢等于说过完年之后啊其实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整个全球疫情是稍微的平缓一点啊加上有疫苗啊但是呢现在呢又等于是要到了另外一个呢呃这个疫情 所以这蛮诡异的就是打疫苗的人呢确实是越来越多各个国家呢非常的积极那拿不到疫苗的呢就蛮蛮紧张的啊但是呢呃疫情你说完完全控制住吗也没有啊所以呢呃除了比较明显的像以色列啊这个英国他打疫苗的很多 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呃这个疫情也受到相当明显的控制啊但像美国就没有啊美国的话呢最近呢这个疫情还是不断的飙啊所以另外的话呢等于是变种病毒目前呢依旧的快速的蔓延跟传播这件事情呢是值得忧心的啊包括巴西其实也是啊所以今天的数字的话呢持续的上升啊来到全球新增啊62万人的感染的新冠肺炎昨天的话呢是50几万人啊前几个礼拜还有一度啊 这个是40几万人的啊但现在又来到了62万人啊那这个单日新增的死亡人数也破万啊来到了一万两千多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依旧的我们看到全球有几个地方或者几个国家目前呢是很明显的拉警报啊这个警报声呢非常的尖锐啊第一个呢是印度啊印度呢今天持续飙升单日呢就破昨天是破11万今天是破12万啊所以呢这个是全球目前的这个疫情最严峻的国家啊这个是 印度12万6315个人单日新增那接下来的话呢呃是巴西巴西的话呢单日新增接近10万啊是9万多90973而且他的死亡人数呢特别的多已经连续两天了这个昨天是8万多人感染了4000多个人死亡今天呢是9万多人感染3000多个人死亡啊就死亡的单日的人数来说都算是很多的啊好那所以呢就是巴西那接下来的话是美国美国单日新增也有7万多人啊 所以他一方面的话呢呃这个疫苗打的人数昨天讲到已经大概接近四成啊有至少打了一剂的那呃在未来的这一个月里面吧啊他们希望呢呃一两个月里面希望所有的年轻呃成年人都可以施打但是问题是他的呃疫情目前看起来还是呃这个不断的往上飙那再来的话呢是土耳其土耳其呢单日新增5万4000多人啊也是不断的往上走啊 所以这几个国家就是目前看起来很明显的啊每天每天每天呢都是疫情的不断的往上飙升那再来的话呢南美洲的几个国家阿根廷单日新增2万多呃哥伦比亚单日新增1万多啊这也都是呢最近比较新兴的啊这个疫情的飙升蔓延的国家好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讲到的头几个啊 这个疫情真的是堪率印度巴西美国土耳其啊好那呃回过头来用州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美洲啊不管是南美的美国跟呃北美的美国跟南美的巴西呃哥伦比亚阿根廷都是啊这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呢呃亚洲啊亚洲我们先说啊这个亚洲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整个州来说不只是印度跟土耳其啊呃相对其他的呃这个国家的话呢也都是受到啊这个可能是地缘关系的影响吧 所以呢整个地形也都上来就中东地区的话呢包括呢伊朗啊这个单日新增2万多伊拉克呢8000多约旦5000多所以呢就是中东地区啊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呢是跟印度周边啊这个包括孟加拉啊这个单日新增7000多巴基斯坦4000多啊所以呢就是在印度周边那再来的话呢东南亚部分的话呢菲律宾呃这个单日新增4 呃6000多虽然比起昨前两天啊这个八九千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也还是严峻的啊这个今天最新消息说菲律宾的总统啊这个杜特杜特地身边的维安人员126个人确诊126个人呢126个人确诊到现在为止啊还有45个人还没有康复哦但是他们强调呢目前的杜特地呢安全而且健康那只是说呢目前呢很多啊这个 他们的维安人员呢都在隔离当中啊那有些是隔离当中慢慢的恢复嗯OK所以我想可能不只是疫情感染啊这个杜特地是不是安全啊还包括呢维安人员少了这么多哇这个如果说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啊也还是蛮糟糕的啊那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菲律宾确实啊这个疫情现在在东南亚的部分是超过了印尼啊来到了拉警报的状况那印尼的话呢今天单日新增4800多啊这个 其实也没有完全降下来那再来的话呢日本日本的话呢呃其实这两天有关于他的东京奥运的话题啊其实还蛮受关注的包括这个北韩啊说要抵制等等啊那他本来是说疫情在他说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疫情并没有说特别又在飙升在说完以后呢连续两天啊飙升到了2000多啊本来都是1000多控制在1000多左右好所以日本呢有在起来的啊这样一个状况南韩的话呢原本都在差不多3400今天呢也来到了660 18啊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蛮值得注意的不知道跟他最近的这两天啊这个首尔跟釜山的选举啊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关系啊所以待会呢这个首尔跟釜山的选举大变天啊这个我们部分也一会来说一下因为南韩的话呢这两个等于是用一下台北市啊跟着高雄市的感觉啊那他们现在的话呢啊不管是因为原本的市长啊都出现了性骚扰的丑闻 那另外的话呢跟一些房价啊标涨等等啊有关所以执政党呢通通都是下台一鞠躬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顺道讲到一点啊那所以就整个的亚洲来看的话呢目前单日现在就有26万多人呢感染的新冠肺炎啊这个数字呢是不断的飙升的那相较于呢这个亚洲的上升啊欧洲的话呢已经连续几天了都比较呢减缓了啊 就整个欧洲来看的话呢13万人呢单日新增感染不过也比前一天来的多一点了这个前一天的话呢只有啊这个只有乌克兰是破万今天的话呢德国波兰乌克兰意大利啊这个四个国家呢都是破万的啊那另外的话呢呃俄罗斯跟西班牙大概是八千多那荷兰捷克罗马尼亚呢五六千啊这也都还算是要特要稍微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了就是英国啊英国的话呢 他现在维持了好几天了大概都是两千多人呢呃单日新增感染那以色列的话呢都是几百个啊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目前看起来疫情的依旧的是蛮严峻的啊那呃除了我们刚讲到的就是几个国家的目前看起来嗯这个疫苗施打的同时变种病毒呢依旧的蔓延再一个的话呢就受到关注的就是疫苗有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呢这个有关于AZ 疫苗的部分昨天呢确认了以后呢欧洲的药管只是说确实是有关联性的啊所以目前呢包括像是英国已经建议呢30岁以下的啊这个成年人可以换打其他品牌的疫苗修修再回来好回到蓝宣时间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刚讲到的是AZ疫苗啊那AZ疫苗对我们来说的话呢特别有意义的原因在于是我们目前有大概38啊31万多副 的这个AZ疫苗呢现在来到了台湾那一方面的话呢有时效上的问题啊必须要尽快打啊否则的话呢会失去时效那但是另外一个的话呢却有一些大家担心的副作用啊所以呢呃这个部分可能也会让大家心里面有点疑虑啊所以我们刚讲到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昨天呢呃欧洲的药管局提出来啊但是呢因为呃非常慎重了啊所以要等到整个的药管局呢最后的确认啊那所以呢才能够呢呃公布这样的一个比较公开说明这样的一个 消息啊所以世卫主持的话呢也还特别的啊提醒说呢呃认为啊这好处还是大于坏处的那今天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应该已经确认了啊只不过呃这个欧盟的药管局跟世卫主持也还是在强调就是说呢全球呢呃施打AZ疫苗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一两亿人了啊但是呢大概只有嗯几十个几百个人啊这个出现血栓死亡的状况 所以相较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呢还是算非常罕见啊所以也还是再次强调的就是说呢呃打疫苗的好处啊还是呃高过于坏处的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啊这药管局呢他们最后确认的是啊这个AZ疫苗确实有非常罕见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话呢是会出现了不寻常的血栓还有低血小板的状况啊那呃这个部分的话但他们特别强调说这个部分的话 跟先前传出来说是不是啊就这个呃数字本身来看的话出现似乎是比较年轻的55岁60岁以下的女性啊特别的多啊但是呢这样这样这个呃欧洲药管局的报告里面说并没有特别的风险因子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因为年龄啊比如年龄比较轻而高风险也没有因为性别啊比如因为是女性所以高风险没有啊他特别强调说没有啊没有特别的风险因子 代表是说不管是呃所有的年龄啦性别啦等等啊种族啊都有可能啊出现这个罕见的啊这个血栓那这个啊那到底为什么形成的呢可能是来自于免疫反应啊所以如果说你是本身有免疫系统的问题或者你本身血液啊有问题的话呢其实呢在这个欧洲药管局里面是有特别的提醒说这些人可能稍微的注意一下啊这个十大AZ疫苗这件事情好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刚也特别讲到了在这个欧盟说完之后啊事实上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也特别提到了说确实目前呢呃似乎有啊就被认为是有因果关联性的啊那只是他再次的强调说呃这个建议大家还是继续施打疫苗了啊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AZ疫苗事实上是英国牛津啊跟这个阿斯特利康杰利康共同合作的那英国自己本身的施打的最多那他们今天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欧盟药 这个疫苗管局的啊这个报告也已经建议呢30岁以下的成年人如果在有可以选择的状况底下有别的品牌的疫苗他们建议说是不是要施打别的品牌的疫苗那虽然我们刚讲到了啊因为欧盟的报告并没有特别提到呢有特殊的啊这个针对性的风险所以跟年龄照理来说是无关的啦啊但是因为呢这个英国自己本身啊说到目前为止啊呃有79例呢施打疫苗之后呢出现罕见性的血栓而且当中的19个人死亡 那里面的话呢呃女性还是比较多啊三分之二是女性那再来的话呢有三个人呢是未满30岁的啊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认为反正啊这个英国呢并不是只有啊这个AZ疫苗那为了这个年轻人年轻人还有大好的前程啊这个这个他的生命可能更长啊那所以他们就建议说30岁以下的成年人可以施打其他的疫苗选择其他的好所以呢这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呢这个AZ疫苗这个最新的状况啊 那所以如果说啊有些血液方面的疾病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个AZ疫苗的施打包括在台湾啊可能稍微的注意一下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啊这个疫苗疫情相关的讯息还是要稍微的提高警觉好那所以呢对于这个下半年到底全球啊是不是可以真的解封虽然目前看起来就这股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哇这个经常抢抢棍啊虽然有高低起伏了 但大致来说的话呢都是啊因为不断的撒钱嘛啊所以整个的呃这个股市的表现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热活的啊但是重点在于说真正的实体经济啊还是得要靠呢呃全球重新的啊这个回到常规滚动起来才有帮助啦啊那也不能靠一直撒钱嘛啊好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下半年可能啊这些先进的啊这个施打疫苗的国家或许会早早一点点解封吧啊但是呢 也还要看呢变种病毒的呃肆虐的状况好所以呢这还是一场的非常艰辛的战役啊ok好所以呢这是疫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呢相关的欧美股市欧美股市呢在昨天涨跌互建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呢道琼贵指数小涨涨了16.02点收在33446.26点涨幅是0.05% NASA指数小跌跌了9.54点收在13688.84点跌幅是0.07% 而S&P500呢上涨了0.15%另外呢费城半导体小涨了0.01%好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的股市当中呢呃这个英国啊英国是上涨的英国涨了0.91%另外德国跌了0.24%法国呢小跌了0.01% ok好那这个涨跌互建的呃这个欧美欧美股市里面比较值得注意的了啊有几个第一个呢这个联准会啊这个美国联准会公布了他们上一次的会议纪要 那所以呢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政策讨论的过程了哦那这个再次的强调呢是宽松政策不过呢当然啊他们官员对于这个经济成长 实际上IMF昨天也调高了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嘛在今年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啊尤其美国自己包括前节目看到服务业啦制造业啦等等啊这个PMI数字呢都是往上走的啊所以他们这个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啊这个复苏的状况的预测是提高的 但是同时他们确实也提高了通膨的预测啊只是说他们不断的强调这个通膨应该不至于啊会到他们呢被迫的啊这个过度的过早的提高利率啊这件事情是他们在会当中再三的保证的不断的重申会维持呢宽松的政策啊强调美国经济要一段时间呢才可以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OK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啊这个大家看到的颜准会啊这个可能相关的宽松跟啊这个利率的部分啊大家可能呃需要这个再吃一颗定心丸啦就确定你这个政策不会那么快的就收手 再一个的话呢是美国总统拜登啊次啊在昨天看起来呃包括拜登啦包括呢呃这个财政部长叶伦啊包括他们参议院的领袖Sumer啊针对呢有关于呃继续撒钱关于呢这个基础建设预算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了一些啊 呃这边讲道具他针对的我们休息会呢再回来讲好了啊马上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在讲这个温美故事之前我想到要讲一个事情啊就刚刚讲这个AZ疫苗啊那因为呢呃这个台湾的新闻昨天是讲到说呢呃指挥中心啊这个再次强调说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呃31多万剂嘛哦那只打了1.8万剂真的是打的意愿很低啊所以呢陈志冬说呢呃这个对象要再扩大再放宽啊那所以先前年放宽到了 这个医院诊所啦呃包括呢医护跟非医护的人员啊这个检疫跟防疫人员通通都可以打那现在说的话呢哎说不反对啊这个自费接种啊但是我要说的是说啊嗯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接种啊我觉得我们的防疫中心要要讲句话了啊因为这国际之间包括欧盟啦包括英国啦包括世卫组织啊都针对呢这样这个罕见的副作用呢都特别有一些提醒啊 啊那我们不能够只是看了国际新闻就说了算我讲了也不算了我又不是专家啊那就是我们只能够去呃转述啊这个全球的专家目前的说法跟采取的一些提醒啊那我们国家的专家呃我们的防疫中心啊那不断的现在是好像为了要让这个疫苗反正既然来了不打也白不打那我就这种感觉了啊 那问题是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施打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啊看到这个国际新闻如果有在注意的话会是啊这个担心这个副副作用的啊所以呢我相信更专业的啊比如说什么水溢问题啦呃是不是免疫系统等等问题是什么样的免疫系统问题而要注意啊因为免疫系统问题也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呢我认为防疫中心应该啊这个尽快的在这个要求大家啊这鼓励大家去施打呢这个AZ疫苗的同时针对这个罕见的副作用这个事情 得说句啊这个专业的啊这个提醒或者建议嘛啊那总不能说就一直叫大家打啊然后都去忽略掉国际当中呢正在讨论正在关注的事情啊你说即便像是英国自己本身也生产但是他也啊这个提醒说呢三十岁以下的这个成成年人啊这个尽量的打其他啊这个品种的疫苗不是吗啊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特别想到呢我觉得应该要再再说一声啊好那再来的话刚才回到呢这个欧美股市啊讲到说 美国股市啊基本上来说的话呢都是呈现一个继续走扬啊呃未来看起来的前景也是持续啊这个可以上升乐观的一个局面了啊那个最主要的话呢跟呃他们不断的提出一些呢刺激方案是有关系的啊这边刚才讲到的是2.25兆美金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啊那有关于这个金额的部分啊虽然在国会目前是有争议的啊但是呢看起来拜登的不断的去推销那OK好所以呢这本他昨天特别提到说 呃美国啊这个他强调等于说他的一个必要性啊就说呢之所以需要采取这个大胆的行动啊是希望能透过这些计划保持美国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啊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至于大家担心的这个企业税的税率是不是要这么的高比方说企业税啊他们是说打算从21%调高到28%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他说可以来讨论讨论 那另外的话呢针对全球的最低企业税率哦也建议提高到21%那所以呢就这部分业伦是说呢这个新的调税的方案就不只是美国国内的企业税是海外也要克税的话呢他认为啊可以有效的把这些希望啦啊这个希望能够把美国企业投资到转移到其他国家啊海外的诱因能够降低啊 因为你认为到海外去比较便宜不用缴税对不对或者税幅比较低对不对那不好意思最低税幅都希望是21%所以他认为呢未来的15年间呃美国可能可以回收2.5兆美金的海外企业利润好所以呢2.5兆跟目前拜登提出来的基础基础建设的预算2.25兆 他的意思就是你看这样子一来一回之间的话呢就有钱啦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他的一个乐观的预期了啊但是重点在于说第一个他们国内的企业税确实呢呃目前看起来是引起一些企业反弹的啊这第二个海外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全球呃主要的啊这些国家或者至少是呢这个呃美国的企业呢呃以往的这些国家他愿意配合去课征最低税付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啊 这个必须要有一些诱因了啊那这些都是能够呃做到啊整个的美国这一方面的预算才可能雪雪到渠成嘛 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呃拜登的说明啊他愿意呢就税率的部分呢来弹性的进行谈判啊跟沟通啊那再来的话呢重点是在于针对这些基础建设啊可能不只是呢交通啦运输啦因为先前有啊这个国会议员建议说就锁定这个就好其他的避风的话不要啊但是呢拜登啊再次强调包括了美国参议院的领袖Sumer他也针对呢半导体啊这个方面的科技研发打算去修法啊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部分事实上呢包括半导体啦这些科技研发啦绿能啦啊这个科技制造业啦才真的是美国呢必须要在这方面跟中国大陆啊这个做高度竞争的部分啊所以需要呢更多的预算来支撑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呢看起来的一个呃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会支撑美国的股市啊这个上涨的一个原因那就一些个股来看的话那么来看啊几个第一个的话呢刚刚讲到了欧洲药管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评估结果出来罕见啊他们还是要强调它是一个罕见的副作用啊是雪酸跟低雪小板那呃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阿特杰利康啊这个AZ下跌了股价下跌跌了1.63%好这个部分呢呃比较可想而知了啊那再来的话呢呃几个话题类股啊这个特斯拉呃前两天呢哇因为呢这个马斯克的呃这个财富呢哇这个集体尺冲跟他的火箭一样啊这个火箭人啊不但冲冲冲到 全球第二但是他的股价呢在昨天下跌百分之2.99%啊因为是说他的新款啊这个Model S跟X啊的生产都是推迟的啊所以呢下跌了好那再来的话呢苹果苹果呢呃的股价上扬涨了百分之1.34%啊这边是说呢有投资银行啊说呢目前看在苹果iPhone的销售啊尤其在今年的时呃销售状况的预期啊可以呢上冲到 2.4亿啊到2.5亿啊这么多啊可以改写他的手机销售历史哇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呃苹果的股价呢也就上扬带动啊那再来的话呢是两个啊这个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啊这个股票他们在啊美国上市嘛啊这个看起来呢是暴跌的啊腾讯腾讯呢跌了百分之7.54啊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他的南非的大股东叫Process啊他们呢打算出售1.92 52亿的腾讯股份哇这个真的是呃很很很大的一笔钱啊不过呃他这家公司啊这个Process还是说他们长期看好呢这个腾讯的业务前例承诺说呢这次卖完以后呢三年之内不会再卖了了啊但是为什么卖啊这并没有讲的非常的详细但是消息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腾讯的股价大跌 那再来另外一个呢是理想汽车啊这个理想汽车的话呢是因为呢中国的工信部啊突然之间的把他们的一个可以优惠的啊这个嗯名单啊这个从把理想从这个名单里移除了啊这个名单里面呢是说可以免征一些能源税的啊那所以呢他的股价因此下跌 好回到蓝薰时间啊所以刚才讲到的呢是这个理想汽车啊他的呃这个嗯被移除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免税的啊这个名单之后呢啊这个股价暴跌了百分之十二点九三啊这个跌幅也是非常的大啊OK好所以呢这个大叔看起来是有关于呢在今天啊比较有话题性的或者比较重要的一些呢国际的财经讯息 然后刚才讲到的啊有关于呢这个美国希望呢能够来课征一些海外的啊这个全球的啊这个最低税负能够达到一些共识 那么刚才就讲到说呢那你得要让其他国家有一些诱因啊所以呢这边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说这一两天呃这个呃有20国集团啊他们正在线上啊这个相关的财政部长呢在开会 那叶伦呢就提出来了这个设定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的税率啊寻求国际合作的这件事情 那强调就是说呃当然不只是美国的企业在海外啊然后呢想办法就是让呃他的企业能够回流包括呢呃其他的国家他的呃这个企业如果在美国同样的也是一样了啊就是彼此之间呢是相互呃这个互惠啊这个相互改革 他们认为这一次改革啊否则的话所有的企业呢都会在全球当中啊寻找一些呢避税的天堂免税的天堂啊这个导致呢他们自己本身啊第一个是产我想第一个很直接是税税收的流失 但是更重要还包括产业结构啊一些流失啊我想这个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的话呢也是至关重大的啊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呃不敢讲说所有的20国啊都是集体说呃都同意了但至少当中的话呢似乎多数的国家啊都认为呢这是一个必要性的改革 他们希望呢在今年的年中啊这个中间的中呃能够对呢这个最低的税负 制啊这个达成共识啊来进行看怎么样子的一个着手的改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呢呃这个美国所发动的啊这个全球最最低税负 那ok那接下来看的就是油价啊这个油价的在昨天是小幅度的上扬的这个包括呢纽约的西德州原油包括了这个伦敦的北海布兰特原油 都上涨了0.7%好那所以呢呃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是收在59.77一个是收在63.16 ok好所以呢这个是跟一些库存啊是有关系的了啊那不过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呃还是得要看疫情了啊这个疫情 因为他先前不是改成要增产了吗呃就觉得说好这个疫情呢这个在疫苗的广泛施打之后呢似乎呢呃这个阴霾啊这个终究会回去啊但是目前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啊 其实也不敢说有任何人可以打包票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每一之间啊针对和协议这件事情的间接会谈啊那这部分的话呢也会牵动到油价 好所以呢这些部分呢是跟今天国际财经相关的消息那再来的话呢就看其他国际啊比较重要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呢南韩啊这个南韩的话呢呃两个重大的啊这个市长补选啊这个变天的事情那为什么讲补选啊 因为呢第一个是首尔市的市长啊他是我们刚讲到了涉及性骚扰啊这个丑闻爆发开来之后呢自杀啊所以呢这位蒲原纯啊这个自杀之后呢必须要补选 那另外的话呢釜山市的市长呢叫做吴聚敦也是性骚扰啊那这个性骚扰之后呢他就辞职那所以呢也必须要补选啊所以呢这个首尔釜山呢啊这个接连呢同时就在昨天的进行补选 那之前的话呢其实因为这个性骚扰相关的话题其实就已经呃让这个呃执政的目前执政的政党叫做共同民主党就文在寅所属的政党了啊这个形象非常的糟糕那再加上呢呃过去这段时间显然的啊这边讲到是呃首尔房价非常的高啊这个房房价不断的飙升 但同时呢就看到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啊涉及潮潮潮土地啊那所以呢这个潮土地的呃丑闻也是爆发开来啊所以一方面呢你又在炒作土地二方面的房价又怎么高啊所以所有的一些优秀年轻人啊买不起房子呢似乎都对执政党啊这个怨声连连啊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其实在呃投票之前大家就已经预估啊这个执政党应该啊会变天啊 就是说状况不妙啊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呃状况确实啊比想象中的预期中的来得更惨啊所以呢嗯目前看到的是新兴的这两个都是由国民力量党啊这个的候选人来当选一个呢是吴世勋吴世勋呢这个首尔市长他过去曾经担任过十年之后呢卷土重来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对他来说应该是可以驾轻就熟了啊他拿到了接近百分之六十的选票那另外的话呢 釜山市市长啊这个新任的就普亨俊啊他拿到了百分之六十四的选票啊所以呢都是比啊这个原本的执政党的候选人啊这个拿到更多的几乎是加啊一倍以上的选票啊所以呢显示出来文在宜呢他其实目前啊看起来已经不只是啊这两个市长啊可能是各自的什么丑闻的问题了是他呢流失了相当多年轻人的支持和民心啊所以他可能更广泛的跟他的施政跟疫情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完全的啊就起起伏伏然后的话呢房价我想这个房价的问题事实上是呃韩国的年轻人啊这个他们经常在形容自己像活在呃地狱天堂我就到底看起来像天堂或者是地狱他们的呃过劳啦啊这个呃客业啦啊工作的压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呃南韩这个社会哦其实是一个非常压力锅啊OK好所以呢这个年轻人苦不堪言 那目前呢这个选举结果出来看起来之后啊这个文在寅最后一年应该也会是苦不堪言啊他最后呃韩国的总统只有一任啊一任是五年啊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剩下最后一年啊所以他最后一年想要做很多事情呃原本把打算可以比如跟北韩之间改善关系那呃能够有更多的啊这个内政啊这个表现更好啊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呃又试图在美中之间而维持平衡然后呢北韩最近呢又这个端架子等等等啊其实呢对文在寅来说 呃有点内忧外患了啊OK好那他们也特别提到了啊嗯目前呢新当选的啊这个两位啊这个首尔跟釜山的市长呢他们所属的政党都比较偏向于呢保守派的政党啊比较亲美比较反中啊所以呢这个对于目前的文在寅来看啊这个最后一年他想要达到的一些呢呃这个目标啊是不是会有一些撤走或是绑手绑脚这些部分我想也是啊这个至关重要的好所以呢就是有 有关于南韩呃两大啊这个城市呢呃意外啊也没有意外了就变天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好那再来的话呢当然在整个的亚洲地区啊呃很关键的还是美中之间的对抗啊那在今天的话呢呃看起来啊这个美国的白宫就国务院的发言人price啊他的记者会里面被问到很多问题了啊 他也呃一一说明第一个有关于呢说美国要串联其他国家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这件事情而目前白宫的发言人呢杀奇出来否认啊他说没这件没有这件事情呃OK我们休息一会呢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宣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呢这个呃美国啊到底呢有没有要抵制啊这个明年的北京奥运呢实际上我们昨天就就讲到实际上呢在过去这些年啊呃过去的奥运曾经啊有被这样的类似的这个抵制过了或者被呃政治化啊或者有一些一些地缘啊这个呃战略的影响的关系受到一些阻挠但是呢经过几次之后啊甚至还出现过暗杀事件啊那但是后来大家就有一个共识一个默契 就是政治这件事情呢呃不去影响任何的这个呃运动体坛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当昨天啊这个price啊出来讲这个话的时候呢确实我觉得还蛮四官重大了啊这个就是说蛮蛮意外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啊他们的杀奇啊这个是白宫的新闻秘书杀奇呢就出来说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啊他说确实呃我们有在跟盟友之间呢讨论到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价值啦包括人权啦等等啊这些问题希望啊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建立起一致的 这个态度啊也包括是对应中国大陆的一致的态度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说要针对北京东奥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很多的方法跟手段呃不管是对于新疆啊对于这个香港等等但是没有说要用这个北京奥运啊这个作为手段这件事情OK那另外的话呢昨天啊这个说到这个话的price啊他在呃之后他也特别强调说呢嗯美国并没有就啊这个北京都要做出任何的宣布啊他们会呢继续跟盟友跟 伙伴呢密切的磋商呃讲的很笼统了确定在共同关切的议题上建立的一致性的态度OK好所以这个问题是呃否认啊有关于呢呃用这个北京奥运作为 筹码这件事情啊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关于呢这个台海之间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整个的局势呢似乎啊这个呃就是你你不能讲说可能是真的要战争了但是有关于军事的一些彼此之间的整备啊跟 这个在台湾附近啊这个不管是空中飞的啊海上走的啊呃让他常态化这件事情呢也蛮真的是还蛮明显的了这个越来越多譬如说啊这个昨天呢共击啊15架次呢呃一样的啊这个侵入我们的西南空域啊那呃但是很特别的是美国的飞机也很很罕见的绕台海而行那再来的话呢是呃大陆方面呃这个中共的海军啊这个昨天表示呢要组织 辽年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在台湾的周边海域进行训练啊而且说以后都要这个样子叫常态性的组织类似的演训那这样那个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马侃舰马侃舰啊他呢也呃突然之间呢就绕就经过了台湾海峡啊这个在昨天还是隶属于第七舰队啊这个驱逐舰马侃号 他也经过了台湾海峡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呃这个美方说这是展现美国对于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啊那这个已经算是在今年拜登上台以来啊这个美国的军舰第四度的这个通过台湾海峡啊所以等于是啊共机绕台然后呢美机也绕台然后呢中中共方面呢他们的呃这个舰舰队啊不断的呢这个远海长逊啊什么的 那现在的话呢呃美国的军舰也不断的啊这个进出台湾海峡好那所以呢碰到这样这个相关的状况啊这个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price啊在昨天也被记得问到再次的啊这个强盗强讲到有关于台海的问题他就再次的重申美国呢对台湾的承诺呢坚若磐石而且会保有能力来抵抗任何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呃的或是说啊这个对于一些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武力啊或者一些胁迫的行动啊这个美国呢都会啊希望能够保有能力不是保有能力听起来是保有他的能力还是保有我们的能力啊这个还是有差的啊呃如果是保有台湾的能力就是像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呢武装台湾那但是台湾的话就会变得像一个刺猬啊而且呢因为你具有攻击性很可能的反而在还没有来得及呢啊第一级之前就先被攻击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伴随着嗯自我准备的同时伴随着 这些风险的了啊OK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price呢这个昨天特别提到的而且呢美国的国防部啊这个针对呢呃中共海军啊这个相关的提到辽宁舰要常态化这个事情他虽然特别提到说他们也会啊这个保卫台湾但是他们讲到说一个中国的政治政策还是没有改变好所以呢这个局势啊是要稍微的注意啊但是事实上呢比较清楚的是两个国家的针对性了啊包括呢这个西南空域 事实上都是呃比较针对呃南海比较针对美国啊但是台湾作为一个舞台跟未来万一擦肩走火就成为一个可能的战场这是我们最呃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了啊OK好所以这部分就有关于呢在今天啊这个相关的两呃这个美中之间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啊呃香港香港的话题啊这个当初反送中游行啊这一些被拘禁的人包括了黎智英呃 那么在内啊有三个人昨天呢正式认罪啊所以呢我想他应该是呃黎智英李卓人跟杨森啊他们说他们是认罪但是不认错啊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们相信历史会判他们无罪的啊但是为什么那既然这样干嘛要认罪呢我相信是要换取一些呃可能的啊这个缓刑或是呃从拘役啊改为罚款吧这个事实上我看这个报道是讲到说黎智英 确实啊他他的律师包括他律师啊就援引了一些呢呃战中的案例啊希望能够啊这个法庭开恩了啊就是说希望能够改成罚款或是缓刑等等啊嗯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想被关久了啊还是那种你可以想象到他的一些身心煎熬啊所以呢虽然他们呃很很很很对一些香港的民主还是很多的一些热望啊但是还是呃追踪啊在这个司法 上面是认罪的啊那相信呃这个历史啊会会会判他无罪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国际新闻啊有关的话题啊我相信对香港来说很很无奈了啊OK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继续啊有关于呢泰鲁各号啊那泰鲁各号第一个呢今天呢大家呢大幅度的报道的是昨天我们看到呢就已经有消息出来了事实上呢呃那一天工地是有在动工的啊并不是如他所说的停工而且呢工地呢呃不只是理想一个人 他事实上呢是呃确实是工程车啊卡到了树然后他们要拿怪手去救他就没想到呢救救呢松脱了然后呢让工程车的滑落边波掉上轨轨道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了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嗯这个检调尤其检方的展开了很多的约谈跟真讯啊目前啊包括啊这个在场的其他人是不是会从关系人改为被告等等啊都会是呃关注到第一个真相第二个的话呢接下来的 可能的刑事的责任啊那再一个的话呢我想就是后续我想是更重要就是呢怎么样子不要让台铁这个汉事啊这个再次的发生好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啊似乎有关于是不是要挺啊这个台铁的公司化这样的改革呢目前呢在民进党的执政啊这个政府内部呢出现了很明显的拉锯啊这个呃林家龙反正他自己已经决定啊看起来是去意甚间了 所以他特别提到说挺台铁公司化哦那啊他特别提到说这不是一个台铁人的事啊是台湾人的事啊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是很好的啊那呃讲到的这个部分但是当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呢很显然的其实台铁工会啊就强大的啊这个反弹力道之之抗拒的事实上我想大家如果关心这个话题都会知道所以他认为呢这个部分其实必须要下定决心包括呢兰绿必须要共同支持啊那却不只是他 先前张景三一支持过公司化被要求闭嘴然后的话呢呃包括呢呃这个交通部的次长王国才也曾经说过呢他个人非常支持公司化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似乎都担心呃遭到公会反台还有担心选票但是呢蔡英文跟苏商可不可以坚持下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